那我想以政府代表政府来讲这话 我们说的感谢感谢再感谢 我们充满的感谢 我们对疫苗表达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谢 我对于从台积电鸿海到实际 还有我们的法律的团队 这段时间非常的努力 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那把这个合约也签订 那也有郭董事长也到欧洲去 那把这些细节也做了适当的安排 跟国内充分的配合 那在这里我要代表微博部 像我们的企业 从台积电鸿海到实际 还是要讲说 我还讲说感谢感谢再感谢 谢谢大家 我们就要请这个台积电鸿海到现场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民间机构 民间机构 鸿海公司 永宁基金会 实际和台积电 共同捐赠 1500万的BNT疫苗 给疾管署 作为防御的作用 今天是第一批 这里面有九十几万的疫苗 从民间机构评估开始 要正义的时候 到今天疫苗的到来 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容易 也代表在许许多多各方面 大家共同努力而成功的 从政府在当中的授权协助 郭台铭辛苦的到欧洲去催货 台积电的法务部 在各方面的协调 实际的宗教慈爱 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大家的努力 成就了这件美事 尤其是现在在全球企业 都在缺少疫苗的时候 再加上有很多地方 都要打第三剂 而我们应该感谢 BNT跟复兴医药给我们的协助 让我们的第一批疫苗 比原定的时间早到一个月 其中让我感到很温馨的事情 是在这两个月中 鸿海 永龄 跟台积电 一直就是互相信任跟推崇 如果不是这样 事情不会这样子的 这样快的完成 从这次的合作的成功 让我感觉到 环节就是一个力量 最后 我衷心希望 台湾大家 能在疫情中 平平安安 也呼吁企业朋友们 一起投入疫苗抗疫的行动 也帮助台湾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我是觉得各位都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亲爱的陈部长 还有机关署署长 还有台积电 以及鸿海暨永龄基金会代表 张淑门女士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很高兴这次B&B疫苗 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 终于抵达台湾 实际基金会 想借这个机会 也对各界的努力 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 首先要感谢台积电 及鸿海暨永龄基金会 两位可敬的伙伴 坚忍不拔的努力之下 才可以有这个成就 那也要感谢政府各级单位的协助 让12岁到17岁的 目前交货 感谢不尽 最后要感恩 许多企业领袖 以及实际的会员大德们 的爱心支持 共同参与 为保护台湾人民 健康安全的疫苗捐购 实际以你为荣 最后祈福台湾早日脱离疫情 恢复正常平安的生活 感恩 我们今天大概到这里 照一张团体照 您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桃园机场 今天迎接第一批的 BNT疫苗到货的最新现场 那指挥官陈时中 稍早在致辞的时候呢 他也强调 针对永林基金会 还有台积电跟慈济 是感谢感谢再感谢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